今天要回答大家问题 首先是一位台北市信义区的周同修 女生 这位周同修 他有持五界的佛弟子 近日好奇兴起 看了网路上关于灵异类的视频 但是心中却有所疑虑 这样的行为是否与学佛修行相违背 看了灵异类的 可能鬼 神 这种灵异感应的 请问 请示上师 看鬼片或灵异类的影片 是否有过患呢 如果有该如何忏悔呢 当然有过患 当然有过患 这个讲 我要用什么面向来跟你讲 最大的过患就是你身心不安 你看了那种鬼 灵异现象 乃至是电影 鬼片 你看了那一阵子 你看了一天两天 那一阵子就是身体不大舒服 精神不安 头昏脑胀的 而就觉得这个心灵不安定 你不晓得原因 对不对 我们在街上看到有人在那边吵架 或者有人躺在那里 对不对 我们人会怎么样 人类会怎么样 会围过去 会群聚 有个什么事就群聚过去了 你如果播放那个鬼的这种影片 或者这个老一辈的人都说 晚上不要吹口哨 不要吹那种笑 那种乐器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东西这种音频 跟鬼道众生很近 它会被引来在那边群聚 所以你就觉得 怎么冷气变得特别强 寒毛直树 身心不安稳 然后胆战心经 有的时候你看不到它 但是你会胆战心经 同学家里有鬼道众生的时候 你进门 你看不到那鬼道众生 但是你进门莫名心 心里就怕怕的 很惊悚这样 对不对 那地方气场就不对 你说佛教还讲气场 生命只在呼吸间 没有气还得了 我们的气 就是密宗讲的这个 我们讲这个脉气明点 这个风 这气跟人息息相关 自己的身体里面的内气 身体体面的 我们的身体有五种气 我在密宗讲的 上行气 中行气 下行气 片行气 持命气 等等的 所以在修这个脉气明点 但是这个讲的就深了 越讲越深 讲不完了 我是跟你讲 你不要小看这气场 一个学佛修行的 你看这个 我们在寺庙道场 无论是汉人的寺庙 藏族的寺庙 尤其是金刚圣的寺庙 早上干什么 他先用提炉 里面用这个除藏槽 熏香 到处熏 有没有 人们都看到这种场景很多 对不对 为什么 气场要好 他那种不敬的那种 污秽之气 或一个晚上 你人睡觉了以后 你这个屋子这么大 寺庙这么大 广场这么大 树林这么大 仓库这么大 白天人用完了以后 人去那边躺着睡觉了 晚上呢 晚上呢 晚上有很多的鬼啊 神啊 换他们了 对不对 或者就是 在这个寺庙里 有人进进出出 有这个 有破戒的 有杀生的 或者这个产运 这个 有这个不净的 就是生产以后还不干净的 夫人 抱着小孩 等等的 或者有这种 种种的污秽 这种染灼的 这种气场 要用的寻香给它进化 为什么要做这种所谓的 在这个密圣 叫做上烟供 我们讲上烟供了 就是说你早上要先把它进化 然后要先这个烟供 来做这种供养 也有这种清净的这种含义在里头 所以你自己在家里用电脑看啊 或用手机看 用电视看 你要知道鬼啊 或者神啊 这鬼神众 它没有肉身 它没有形体的 它就是一个能量 这种能量啊 如果是鬼到众生 那是比较低的能量 这个能量 它是比较属因的能量 这个能量啊 它会借由这个视频 或者是这个电波 或者是电流传导 也就是说 它不一定要像人走到你家 或坐车到你家 给你敲门 按电里 有人在吗 不用这样 它借由这个电 借由能量 或者借由这个意念 一下子 它就可以到你眼前来 你如果不信的话 我们佛教很多的仪鬼啊 你也都修不下去了 为什么 你看我们修渡王的时候 是不是 拿着法器 截着手印 干什么 真言一念 不管你千里万里 亡灵要勾照到面前来 是不是 用这个三宝三根本的加持力量 勾照到 然后才开始超践踏 我给它加持 施以佛法的利益等等 这种鬼到众生 有的时候会借由你的这种感应道教 你这是一种感应道教 为什么 你眼睛在看它 耳朵在看着这个剧情 这摒弃凝神 你好像要跟它连线一样 所以大部分你在看鬼片 都不用多了看一部 那个地方的那种气氛已经怪了 你那个地方播大悲咒看看 那不一样 那磁场很光明 很正向 播佛号看看 播咒语 那马上就不同 所以如果你在家里老看一些这样鬼片 或者老看一些色情片 色情片跟鬼片又有关系 我跟你讲 不是只有人类爱看色情片 为什么很多的这些鬼 鬼神 妖精 你说你是学佛的还讲妖精 当然有妖精 你不知道的多着呢 什么样子的都有 他们为什么会变鬼神 会多到鬼神道 会变 会做妖 做精怪 为什么 就是都不持戒 他就是没有持戒 就没有成道 没有成就正觉 没有成阿罗汉 没有成菩萨 没有成佛 没有成道 所以落在鬼神 落在精怪的境界 你这一波 他喜欢这个色情的 喜欢这个鬼怪的 通通都靠 那个气场通通都靠过来 而且有的晚上你立刻做噩梦 好像有人把你摇醒一样 好像你在睡觉 有人在跟你拉脚一样 所以我就跟同修讲 你不要去看这些 尤其那些同修 你自己比较福薄 丈重一点 福德丰厚 常常有护法善神 加持 护佑的 那都还好一点 你平常善事都做得少 本来人就是福薄 丈重一点 你又喜欢看这个 那刚刚好 有的时候透过这个荧幕 赴你的身 我讲的一点都不夸张 因为很多人来到场 找我加持来干什么的 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但马上人就变得 癫癫的 怪怪的 好像没有办法集中精神 心狠散乱 甚至开始犯戒 看了不当的节目 不只是鬼片 不只是色情片 那种暴力的 血腥的 或者那种奇奇怪怪的 就是一些外道邪教的饰品 一样 它这个外道邪教 它都有属于外道邪教的 鬼神集团 汇聚而成 你不要去看那个频道 我们在这个电脑 大家为了防 防的也什么 电脑上面不是有一个 好像镜头是不是 怕自己被偷窥 都把它贴起来 对不对 你自己有这个咒轮 可以贴一个在电脑上 让这个电脑一幕加持一下 最大的加持是什么 当你这个电脑要去点鬼片 要去点色情片 要去点这种邪魔歪道的 那种片的时候 你看到这个咒轮 你想说阿弥陀佛 我还是来看这个 观音山的法障频道好了 最大的加持就这个 你立刻就转为正念 不要去跟他感应道教 那你说要忏悔 忏悔也很好 人要常常忏悔 就觉得心里一时 有这样的好奇 去看那些鬼片 看了以后头晕脑胀的 自己那时候要勤修法加持 你如果觉得这氛围开始怪 就要熏香 点一点这个储藏的这种储藏草 或者加一些白戒指 或持咒语 把这个房间空间进化一下 以后就不要乱看 不要乱点 佛教徒最怕乱看 乱学 然后就开始乱讲 乱讲给别人听 开始造业了 你好不容易可以一次地修学佛法 不要把自己这种清净的心田 给搅坏了 这可以常常在佛前忏悔 在佛前忏悔了 还可以得到三宝 三根本的加持 非常好 以后不要看这个 如果这个要看 几乎没有什么好的动机 说要去看这些片子 是不是 所以同修 也不要用说 我们用这种 来教学的精神 或者我们来看看 其他的领域的东西 这种动机来看鬼片 看一些奇奇怪怪 那没有好处 你看佛经就知道了 佛经讲哪里没有鬼 到处都有鬼 是不是 一个房子你没有住 几天之后它就有鬼了 空房间也一样 你去看法院苏林 佛说鬼问牧连经 你可以看它讲得很清楚 我们用依旨这个佛的经教 来建立正确的知见 再来一位罗同修 男性 他是我们台中乌日区 这个就是罗同修 他是四皈依的弟子 他说感恩上师三宝加持 在四月二十五号 观音山live直播 文殊师利菩萨圣诞法会上 幸而听闻尊贵上师开示 高雄某同修的提问 提问中提到关于三胞胎 减胎的情形 他讲到跟他的家人 跟他的家人 有同样的状况 不谋而合 他家人也有这个情形 就是他的家人 有不孕的情形 多年来以人工受孕 去年虽然受孕成功 但是还是胎死腹中 今年又接受人工受孕成功 怀上三胞胎 但是怕身体不堪负荷 进行减胎为两胎 以后啊 这个怀了太多胎了 不要去 一下就去打胎 打胎 自己造沙业 也给自己结了恩怨 也在自己心里会留下阴影 但有很多不好的事情 这在佛门都有很多的方法 去圆融的 去化解的 好 那在这里呢 我继续讲下去 近日得知其中一胎 胎死腹中 所以三胎 减了一胎 又一胎胎死腹中 所以只剩一胎 那问题啊 要如何为他的家人 做 为之前没有受孕成功 无缘水而做功德超见 自己啊 这个孕妇啊 或者是怀孕的父母亲 要每日 最好每天都诵经 多诵八十八佛 大忏悔文 佛说阿弥陀经 往生咒 大悲咒 多念 每天都念 都回向给 这些无缘的水儿 那道场呢 每个月都有免费的 阅历超度法会 每个月都为他们写 超度的连位 都不要停 一直写到了 有这种 他往生散去的 或者解缘世杰的 瑞相为止 什么是瑞相呢 就这个水儿来跟你道别 来道别的时候 有的就很高兴的 一般是很高兴的 或者就坐车走了 跟你打个招呼了 有个就是 不打高兴 但是他就说算了 到此为止吧 那都是 就是化解一段 业缘 这个一定要做 不然的话 这有三胎 现在打掉一胎 另一胎胎死腹中 另一胎 最后一胎 他幸运地活下来 生产下来 这小朋友容易多病 其他两胎会记恨 会嫉妒 常常找他的父母的麻烦 常常找这个 幸存的小朋友的麻烦 所以通常身体都不好 但是我祝你啊 这小朋友是很健康 是很好的 我是给你祝福的 希望他都很好 我是说 依我们平常见闻的经验 都会这样 你看这一下三胎来投胎 两胎没了 那这一胎你看多让人 这一般我们始祖讲的 羡慕 嫉妒恨啊 对不对 那一定会找他麻烦的 几率很高啊 所以你本来为了这小孩能够身体健康 顺利成长 你在他这个就是年龄很小的时候 就把这个事情给圆满的化解掉 就是仰仗三宝加持力圆满的化解掉 不要整到长大了 才去遇到善知识跟你讲 你这小朋友 好像有其他两个兄弟的问题啊 怨念 缠身呢 或者是怎么样 导致他身体不健康 或精神有问题啊 这个怎么不化解呢 不要长大了才做这个事情 因为 这一个男众 他说 我之前跟他说 他有这个 父系的这个兄弟啊 父亲的兄弟啊 没有超见问题 他应该赶快去超见 那回去了以后 我们这位同修是急功好义啊 他就是把所有父系的这些先王的名字都翻出来 然后就觉得 我这位也要超见 那一位也要超见 这位也要超见 那位也要超见 我已经跟你讲过很多次了 你有这个心很好 但是你受不了 你不能这样发心的 你看 地藏王菩萨地狱不空 士不成佛 伟大 那是见次修行 修到那样的 所以你说你要当下就发跟地藏王菩萨一样大悲愿 我也是随喜赞叹 可是有的你就是做不到 所以你就是一般这个样 我们就请我们的本尊 菩萨做主 每个人 尤其在密宗都有他的专修的本尊 观世音菩萨 地藏王菩萨 像现在很多人修阿弥陀佛 是不是 或者度母菩萨请他做主啊 我现在要超见 先超见哪一位最为紧要的 你看我们这位同修 我们这位男众是一个上校 上校军官 他这么做以后怎么样 他说万念俱灰 突然好像这万念俱灰 要有忧郁症这样 只想躲在墙角哭 打给我的时候 他说上师我正哭着呢 我说我已经教过你了 不能这样做 要一位一位来 当很多位的时候 要仰仗生团的力量 请生团给你的先王主 先圆经在主做超度 或者是你已经是每日定课 平常不管是海铃妈妈也好 诸印佛经善书 已经修了五年 七年 十年 二十年 你已经这一种的 那你还有一点力量 你才刚修没两三年 这样没办法 我已经跟你讲 如果一个鬼道众生 祂盯上你了 祂赴你的身或者缠着你 祂就足以让你人的性情大变 身心急剧不安 急剧痛苦 一个鬼就够了 我们密宗常常会观想 自己是本尊 对不对 这个很好 观想自己是本尊 要生起佛慢来观想 它是有次第有要件的 但不是说你现在已经成就佛道了 是不是 你现在成就佛道可能还有一段时间 所以你现在这种修法是扛不住的 一次就要超度所有的祖先 可以为他们写超度连位 所有的祖先写完为他们写 为了这个就是上十三宝力量 生团的力量来加持回向 自己要拦起来坐 可以跟佛菩萨禀报 弟子有这些孝心 要报效先王祖先 或者冤亲在主 现在在此每天 我发心每天要念什么样的佛经 比如佛术阿弥陀经 我发心要念三年 求菩萨做主 回向给谢法祖先冤亲在主 等等的 这也要以佛菩萨来做主的状况来做 这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好 这个第二个问题还有 这个家人应该怎么做才能保全肚子里的小孩 母子均安顺利产下胎儿呢 这个也在佛前跟菩萨 跟佛求个善愿 希望这个母子均安 那当然前提先超见其他两个水儿 好吗 要这样做 尤其是常常去做这种 试管人工受孕的这样的 他都有很多的这个水儿的问题 一定要赶快去超见 那有的时候不是小朋友会有事 我们大人都会有事情的 都有一些不顺遂 你这些不顺遂呢 就是他在给你做提醒 他需要超见 他很痛苦 他需要帮助 好 再来一位高雄三明区 苏童修 这个苏童修呢 他是五界弟子 弟子近两年来 常有负面状况 未见显著改善 困扰许久 例如 发心微弱 昏沉疲劳 记性差 修学不利 善愿 延迟圆满 行动力不足 想要规划 诵经修法 结缘 劝善度人 或者是要 听上师开示的视频的影片 分享佛法 阅读 佛经善书 长寿其他事物 影响停滞 恭请上师 就是跟他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说之前他还有 发善愿 做法供养 也迟迟未圆满 而且也还有负债 负债呢 有的时候看到 别人做善事 自己也学着布施 那负债就加多了 就起烦恼 而且担心 无利 偿还 债务 请上师开示 弟子应该如何 整顿 自身 这有很多地方啊 虽然你是受无戒的弟子 很多地方 就是都不是很如法在行持 那我现在来跟你分析了 发心为弱 昏沉疲劳 记性差 修学不利 善愿 长延迟 这个修学不利再说了 发心为弱 昏沉疲劳 记性差 这个之前有造业 虽然忏悔持戒 造业以后会有后遗症 你说造业以后的后遗症 它会延续多久 每个人状况不一样 看你忏悔的勇猛 清静心 有的人你造了淫业 造了杀业 年轻的时候不懂事 或者是这个血淫以后堕胎 或者是等等 就是杀到淫忘久的事情 他有的时候让你终身啊 提不起劲 无精打采 精神不容易集中 就是你这种现象 都是蛮典型的 所以有的时候 你觉得那个罪业是不是 我们做了坏事 有造罪造业 是不是雷攻下来 用雷劈我们 或者我们发生什么样的报应 有这样的情绪 但是最常见的就是 你这个人的精气神 就是减损很多 你要把它修得跟以前一样 一般来讲 大致上来讲 很难 很难 就是你得接受 我的身心 精气神这种状况 已经被耗损 甚至被鬼神 解夺掉的这种精气神 你得接受它比较少了 这个事实 然后更发心 更精进地来修行 你得接受这个事实 那在这个修行过程中 有没有因为你修得很好 得到这个上师三宝的加持 三根本的护佑 你的精气神又回来 常常有 常常有 尤其密中有很多的密法 常授佛 勾招的法门 常授的法门 连师的常授法 阿弥陀佛的常授法门 像我们这个虚空法 心意浮藏的常授佛的法门 很多人一修 就跟他说 上师我这差很多 精气神差很多 跟以前都不一样 所以 就是说 你有这些现象 就是你以前忏悔的事情 那个忏悔心要强 我们以前 我也跟大家讲过 你犯过错 不要每天哭哭啼啼 哭伤着脸 我业很重 我造业 我真不是人 不要这样子 这有点夸张 但是不代表你要 很快地忘掉你造作的恶业 你要把它当作一个 转为道用的教训 一个经验 我以前造过什么恶业 以前常造杀生的人 我现在遇到戒杀户生 现在遇到放生 我就特别去宣导 特别去做 我一生如此 或者我生生自事如此 把它作为一个 转为道用的经验 策立自己的力量 不是所以你要忘掉 那个事情 我已经忏悔了 我在佛菩萨前忏悔了 我重生了 你就忘记 你以前造过这个恶业 这样是不好的 有的就是 他的罪业还没有忏尽 这样的一个放松 他那种忏悔精进 就减弱了 消业就变得很慢 业都还没有进化 又有其他新业了 所以就会有这种 焦灼状态 没有精神 体力不济 精神患散 想要做个善事 想要精进 就昏尘想睡觉 等等这种状况 就出来了 你不断地修忏悔 在显中密中 忏悔的法门都很多 你要找一个 自己很容易做 常常做 乐意去忏悔的法门 一生去做它 就是很快 你的状况就会不一样 再来就是 我看你的年龄 还有你的状况 你的作息 一定要自己 给自己规划很正常 不能说我现在年龄 我看你这位 已经是五十出头岁 五十出头岁 自己也是一个大人 也是一个家长 好像没有人管着一样 自己要规划很好的作息 这样你才会修行也好 身体状况的养生状态也好 才会都在很好的一个状态 然后呢 修学不立 善愿 长延迟圆满 这个就是一个大忌讳 发了善愿 延迟 就要拉紧抱 我今天说好 今天就要圆满 诵一百部经 今天一超过 超过一天两天 现在佛前忏悔 忏悔弟子 诵经延迟 非常忏悔的原因 愿意希望 甚至说我在家 家诵几部来弥补 然后你这几天就要赶快 有的人他上班 是请假比较方便 他就请假再加诵经 有的人他是得到重症 或者有紧急的大障碍现前 或得到癌症 他工作就放着 他就开始闭关 每天八关在戒 每天修法 每天送集 你命得先保住 对不对 就算命保不住的话 你也要在你的余生 有一个很好的修行状态 往生到净土去 自己要给自己 这样的一个状态 给自己创造这样的因缘 所以你愿力 长延迟 立刻补起来 先忏悔 一天没有补起来 一天忏悔 忏悔一天可以很多次 不是一天忏悔一次 早上也忏悔 中午也忏悔 下午也忏悔 晚上也忏悔 睡前也忏悔 常常忏悔 忏悔不是嘴巴讲 真的是由心忏悔 我要赶快去把它修正自己的这种行为 然后要规划诵经修法 结缘度众 我看上师影片 这个是要有福德的人 你才能很容易去做这些 每天都在做善事 每天又诵经又修法 又上供又下师 又广结善缘 又可以听经文法 这是很有福气的人 才有办法的 你要这么有福气 你能前面那些罪业要先忏悔到一部分 然后把自己的作息规律正常 我们以前在读国小的时候 我记得我读国小的时候 就是上午四节课 下午四节课 对不对 上午通常都是国语 数学 自然 社会 公民 道德 下午 生活与伦理 班会 上午四节 下午四节 我们现在也是都已经出社会了 对不对 你还是要稍微给自己规划一下 我上午就要做什么 下午就要做什么 按照作息来规范自己 我可以 这有很多好处的 很多人就说 我这样太僵化了 我就是用你的 其实就是用你的习气 用你的个性来生活 那就是拖延 懒散 就是有很多的凌乱 有很多的这种轻重缓急 次序颠倒 那当然会有这样修行的组织产生 那这样就是修行的就不得力 摔向就出现了 所以常常受其他事物影响而停滞 对啊 就是你要去做个善事 要做什么 就有其他的逆缘 藏缘就来了 所以我说这是要有福德的人 才有办法的 有的境界 每天都定课 每天做善事 每天都讲佛法 等一下放生 晚上要去诵经 等一下又要淹购 但是很有福德的人才有的 你赶快把自己变得有福的状态 就让自己赶快到位 然后你包括后面 就是常常有这种还债的情形 那不只还债 身体也多病 那这旁边都是一些 都是一些不是有福德的贵人在亲近 还有这个睡也睡不好 家里的气场也差 身体大小病痛不断 你这个 到此为止了 你这个病 还有不像佛教徒的病 所以我们同修 你有很多的这种不如法的地方 自己要约束自己 再来就是谢童修彰化花坛 五戒弟子 上班途中车祸 然后呢 有跟冤亲在主 还有家里的地基主 还有这个一位皇姓的皇人 有解冤事劫 左眼消肿 视力有恢复了 但是呢 最近眼睛视力 恢复状况停滞 左脸会麻 左眼看见两个影子 看东西有两个影子 还没呢 这还有缘情在主 这还有呢 还没有恢复的 还没有跟他解缘世解的 你要继续 要继续的话 你这个状况啊 立刻会改善 立刻跟他解缘世解 再来就是 黄童修 新北 板桥区 五戒弟子 接触佛法以后 对无形众生 日渐敏感 身体完全感觉不到 甚至是去年开始 身体常常 就有这个疑似入侵 经过不干净的地方 常常感觉不舒服 思绪被影响 哈喽 然后你明白 体内是冤亲在主 应好好忏悔回向 请问 弟子日渐敏感虚弱 亦被无形众生 影响的体质 如何才能改善 这个 这个体内的冤亲在主 接近你 或在你身上的冤亲在主 先给他解缘世解 超度调 就不会敏感 为什么呢 一般呢 会敏感 就是那个轨道众生 附在你身上 他的那种感知能力 跟你相连通 你就变得敏感 你把他超见掉 你就是一个正常的人 就比较不会那么敏感 除非你修着修着又有神通 我跟你说 有神通不是这样 有神通 他就像水龙头一样 要开才有水 关的话就没有了 他可以自己开关的 不是说我不想要看 也不想那个也还会看到 不是这样子 这样有的时候 就是很辛苦 对不对 你看人家前面问 他要开了电脑 开了电视才有鬼片 你这随时都有鬼 那不是很辛苦吗 那听起来就不像是一种福报 对不对 福报 神通它是一种修得的 菩萨修的六通 佛门修的六通 它是一种修行以后的结果 有所谓的修通 有所谓的暴通 经过修行得到神通 一种是你过去做了一种善事 现在有善暴 这种有两种修通暴通 两种 神通 是佛菩萨的万德万行之一 你看我们常常在讲那佛典故事 常常佛会显神通度众生 对不对 但是有的地方 佛又禁止弟子用神通 为什么 他会让众生 执着在神通感应上 而忘失对这种正觉解脱道的追求 所以就偏差掉 原因是在这里 那佛菩萨哪一族没神通 神通不是罪恶 神通不是避讳不能讲的东西 神通是佛菩萨的万德万行之一 这我们应该要去了解 你把这个约七在主超见调 人的这种福分比较丰厚 你这个个性要改 个性要改什么呢 个性要在阳光健康一点 多跟人讲话 聊天 礼貌的问候 人跟人家聊天礼貌的问候 讲一些功德善事 气场一接通 身体气血循环很好 精神非常好 阳气很盛 要常常这样 你这脾气不好 常常心里有很多的那种负面的想法 怒得气整天讲没几句话 这样闷得那就是阴气太重 先改一改自己的这种状态 因为三归一弟子南投县 五界弟子看到一个奇特的大床 这屋的木层弯曲交错组成 发现床上有一个双席 床边刻有你的名字 名字旁边有个公 你这个人 我跟你讲这个梦境就是你现在的现实生活 应该常常起心到你想这个男女婚姻的事情 第二个象征你的修行 你现在的修行就是脱续了 头晕脑胀的 晕头转向的 已经丧失正念 还有这种修学的追求方向了 你赶快加强 加强 精进 清净善知识了 立即订阅观音山龙德上师YouTube 开启小铃铛 就能收到最新龙德上师 显密佛法开示与直播课程通知